人人进山时发现奇怪的一幕 山上明明长满了白两银子一根的野山深 可村民们却挖着几文钱一捆的野菜 甚至不小心挖到 也会把人参丢掉 这一幕让一旁的楚城有些不解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 原来那些被丢弃的人参都不是完整了 他们虽然知道人参是个好东西 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挖 挖断了就失去了药用价值 自然也就没人要 但是一颗完整的人参那可是价值不菲啊 挖人参这种活对于刚穿越过来的楚城并不是什么难事 随后他拿出家里全部的家当 去铁匠铺打造了一些挖掘工具 便来到了后山开始疯狂挖掘 这猪人生品相不错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看着这满山的人参 他一挖就是一个晚上 甚至都忘记了家里刚取过门的三位娘子 表姐 这都一晚上过去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我们去找村长帮忙 派人进山找找看 就在这时 张婶突然来到了楚城家 清莲 你们醒了没有呀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挖野菜 他看着这三人憔悴的面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这楚娃子平时看着是个软弱无力的读书人 没想到他还挺厉害 不是的 张婶你误会了 昨日楚城进山一夜未归 我们三人等了他一夜没睡 什么 他一个读书人进山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只看见他拿着嫁妆钱 打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工具 进山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们别急 我这就去让你们得发书带人进山寻找 很快村子里面 便传开了楚城进山一夜未归的消息 这都一晚上了 谁知道楚城在哪 恐怕早就被野兽给吃了 我就说这李清莲科夫不能娶 楚城还不相信 甚至连同他两个表妹也一起娶了 这不是嫌自己命长吗 要我说 还是得找个理由 把那三个婆娘赶出我们村 正当众人议论之际 恰好楚城也从远处走了过来 你们看 那前面的人是不是楚城 好像是的 王叔 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呀 楚娃子 可算找到你了 大家听说你进山一夜未归 以为你出事情了 所以才前来找你 那劳烦大家了 我只是在山里迷了路 一直等到了天亮 这才找到回来的路 没事就好 既然楚城没事 那大家就一起回去吧 楚城突然发现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他们竟能放下手上的事情进山寻找 足可见马山村百姓的淳朴和热情 相公你没事吧 我们还以为你 相公回来就好 以后你还是不要进山了 挖野菜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就行 没事没事 我只是迷了路 没什么大事情 那相公你先休息一下 我们这就去做饭 不着急 你们先跟我去一趟旅良县 此话一出 李青莲三人顿时下的脸色煞白 相公 你是要带我们去旅良县 辅芽解除婚约关系吗 相公 你要是生气 你打我们一顿也行 还请相公 不要休了我们 他们三人之所以如此恐惧 是因为在这大下潮 要是被休了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辅芽带走 等待他们的僵尸人间地狱 没穿越前 我特末单身了23年 现在突然多出三个貌美如花的老婆 怎么可以轻易地就休掉 你们瞎想什么呢 我是去旅良县买点东西 东西可能会很多 所以带着你们去对我大把手 你们要是不去 我可就找别人了 去去去 我们去 随后楚辰带着李青莲 程素娥 郑玉兰前往旅良县 村民见他们四人离开马山村 也是议论纷纷 这楚娃子 是要去府衙休妻了吗 我看应该是 楚辰这就是脱裤子放屁 当初大家早就提醒了她 这李青莲娶不得 阿偏不信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而来到旅良县的楚辰 带着李青莲他们三人 走进了一家药铺 请问几位 是看病还是抓药啊 掌柜的 你们这里收人参吗 收 一株人参一两银子 但是要品相好才行 在旅良县这个地方 一两银子已经是高价了 许多家庭一年到头 也很难挣够一两银子 那你看看我这株人参 值多少 品相这么好的人参 我还是第一次见 他们应该是从附近村子 来的乡下人 估计也没见过什么大事面 看样子今天要发牌了 你手上这株人参品相还行 这样吧 我给你二两银子 听到二两银子 一旁的李青莲三人都傻了眼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楚辰手中的这一株人参 居然这么知情 可这时楚辰却又把人参收了起来 青莲 我们走 这位公子为何要走啊 特么的我又不是傻子 我这株人参至少也是百年参 用二两银子就想买走 你怕是没睡醒吧 我诚心诚意的和掌柜做生意 掌柜却如此敷衍我 那我只能去别的地方看他了 既然是做生意 公子要是觉得我给的价格低了 你也给一个价格如何 三十两 什么三十两 公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那就告辞了 公子请留步 三十两银子高了些 要不再降点如何 那你说多少 二十五两如何 这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了 而且我相信整个旅粮线 也只有我能出得起这个价 其实楚辰心里很清楚 自己这株人参卖亏了 奈何他现在没有销路 而且还急需银子 所以能卖到二十五两 他也已经很知足了 行 成交 早知道自己喊二十两银子了 从药谱出来后 李青莲三人就像是在做梦一般 他们长这么大连 一两银子都没见过 何况是二十五两 相公 我们赶快回家吧 这么多银子 万一被人盯上怎么办 没事 这都是小钱 就算是丢了也没关系 走 我先带你们去吃饭 随后他们一行人 来到了吕梁县最好的酒 清炖礼玉 山煮羊肉 牛肉来两斤 对了 再给我来十个大腰子 好嘞 客官 请稍等 相公 这也太奢侈了吧 相公 这么多菜 我们吃不完 没事 多给我使劲吃 吃不完咱们打包带走 吃饱喝足后 楚晨又带着他们 买了一些顾皮和粮食 顺便又花一辆银子 买了一辆独轮车 这才返回了马山村 哟 那不是楚晨吗 他怎么又把这三个婆娘 给带回来了 难道他没有休期 他们推着的是什么呀 好像是独轮车 不可能 独轮车少说 也得一眼银子 楚晨哪有钱买独轮车 马山村村民远远地看着 等楚晨走进之后 才发现还真的是独轮车 楚晨 你这独轮车哪来的 该不会是偷来的吧 这是我买的 楚晨你可别开玩笑了 楚晨你说大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你一个穷书生 哪来的钱买独轮车 无可奉告 楚娃子 你可是我们马山村 第一个买独轮车的人 以后我们能不能用了 王叔 当然可以 那太好了 还是楚晨有出息 不但娶了三个媳妇 现在还买了独轮车 看来李清莲你们三姐妹 嫁到我们村 是给我们村带来了福气啊 很快众人就对他们四人 开始称赞起来 人就是如此 见到楚晨发达了 都想和他打好关系 和村民分开后 他们便回到了自家的住处 今天辛苦你们了 现在吃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只是这房子太小 而且还四处漏风 改天咱们盖个新房子 什么 相公 你说要盖新房子 没错 盖一个大房子 相公 盖房子 可是要花很多钱的 没事 我明天再去赚 嗯 好 我们都听相公的 那今晚你们睡床上 我睡地上 相公 你莫非是嫌弃我们 这成婚之后 哪有分开睡的道理 这要是传出去 别人会说我们不守复道的 主要是这床太小了 一起睡几得慌啊 那相公你睡床 我们睡地上 不行不行 要不我们就都睡地上吧 好主意 而且地上还宽敞 第二天一早 楚晨准备再次进山蛙人参 可这次却被人给盯上了 只是随便挖了一株人参 拿到县城 竟然卖了二十五两银子 可回村后就被人给盯上了 结果第二天家里 就突然着了大火 甚至连刚娶过门的三位娘子 都差点葬身于火海 这火到底是怎么着起来的 你们知道吗 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本想跟着张婶 去挖野菜 可刚走出村子房子就起火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孙妈敢却开始挑事 我早就说过李星莲 是不祥之人 今日烧的是 他们自己家的房子 谁能保证日后烧的不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不能让不祥之人 留在我们马山村 孙妈敢说的有道理 我们都是小门小乌生之间用 只要是一把火烧光了 我们还怎么活 你们胡说 我表姐不是什么不祥之人 素额 玉兰 以后你们两个跟着楚城 好好的生活 我就是一个不祥之人 我留在这里 只会给相公和你们带来灾祸 哼 不行 要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谁知道你这两个妹妹 会不会给我们马山村 带来祸海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楚城冲上去就是帮帮两拳 你给老子闭嘴 我家里着火 关你屁事啊 你特不得别在这对我媳妇指手画脚 你信不信老子今天废了你 此时村民们都吃惊地看着楚城 他们从来没想过 楚城一个读书人竟然会发这么大 而且还如此之凶猛 相公 算了算了 别人怎么说不重要 你是我楚城的媳妇 谁也不能伤害你 哼 楚城 你小子敢打我 怎么 不服吗 正所谓软得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孙马敢见楚城气焰如此之嚣张 顿时也就怂了 哼 楚城 行 你小子给我等着 孙马敢说完 一溜烟就跑了 相公 这日子眼看就要好起来 可现在啥都没了 昨天买的独轮车和粮食 还有剩下的银子都跟着房子一起烧煤了 没事 烧了就烧了 正所谓新的不去救的不来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你们没事就是最好的结果 只要我们活着就什么都会有 楚城安慰完李清莲 郑玉兰和陈素额三人 随后又看向了村民 诸位 今日来帮忙的 我楚城由衷的感谢 来看热闹的我楚城也不埋怨 热闹可以看 但是欺负我媳妇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此话一出 村民便纷纷散去 而楚城则走到废墟前 左看看 右看看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 我记得昨天把独轮车放在了这里 就算大火烧得一干二斤 可那上面的铁钉应该会留下来 怎么会一点残骸都没有 莫非是有人偷走的独轮车 然后又故意纵火吗 其实楚城猜的没错 确实是有人故意纵火 而纵火之人 孙马敢此时正准备带着老婆跑路 当家的 我们这样做真的没事吗 能有什么事情 我一把大火把他家烧得干干净净 谁知道我把他们家东西都偷出来了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呢 你别在这废话了 咱们把这些东西拿去卖了 我们就离开这马山村 以后你就跟我吃香喝辣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好 哼 我说你是不是皮痒了 你是我媳妇还是楚城的媳妇 你要是再敢说这样的话 老子就把你卖到旅梁县 烟花巷 罗马那里 孙马敢一脸的凶狠表情 吓得女人不敢再说话 而另一边 李清莲他们三人正担忧 今晚睡哪的问题 相公 这房子烧没了 我们今晚住哪啊 没事 不用担心 今晚会有人给我们腾出房子 三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楚城 觉得他是背弃糊涂 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怎么可能会有人平白无故 把房子让出来 相公 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相信我 今天绝对会有人把房子腾出来给我们 李清莲他们三人 虽然不相信楚城说的话 但还是都点了点头 走 我先带你们去张沈家 你们在那先休息一会 今晚我就能找到住处 张沈 您看我家都烧成这样了 可否让清莲他们三人 先在你家休息一下 楚娃子 不是我不愿意 我家的人也多 他们三人恐怕住不下 此时张沈露出一脸为难的神情 平时接触一下还可以 但是要带到家里面 她还真的不敢 不是住你家 只是想让他们三人白天有个休息的地方 晚上我就能找到新的住处 楚城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石文钱递给张沈 哎哟 楚娃子 这怎么可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看来这楚娃子是真的发财了 出手就是石文钱 那行 那就让他们仨 现在我真的休息一会 对了 可否让吴和和吴海两个兄弟 跟我办件事情 行 没问题 楚城哥 你要我们帮你做什么呀 抓贼 什么 抓贼 哪里来的贼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废墟 独轮车我明明是放在家里面 但是在独轮车的位置 我没有找到任何烧剩下的财流物 难不成是有人把独轮车偷走了 没错 这个人偷走了独轮车 甚至可能还偷走了其他的东西 最后又一把火烧掉了房子 这样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 就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是被人偷走的 那你知道是谁吗 我猜应该是孙马感 那还等什么 去他家找他去 不行 既然孙马感偷了东西 那他必然不会放在家里面 我们现在去找他 只会拔草惊蛇 到时候再想要抓住他就很难了 那怎么办 你们跟我来 随后楚城带着无河无海 来到了村口一处隐秘的角落 楚城哥 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孙马感偷了东西 那他一定会拿去卖掉 而这里是去旅梁县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这等他出现就行了 到时候人赃俱祸 哦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儿孙马感就带着他老婆 出现在了视野中 快看 他们来了 吵家谎 孙马感 没想到是你小子偷了楚城家的东西 而且还纵火 你放屁 我没有 那你推着的独轮车和车上的粮食 你怎么解释 呃 吴海 我劝你少管闲事 大家看你是假头 所以怕你 老子可不怕你 暴脾气的吴海冲过去又是帮帮两全 孙马感 你觉得你今天能逃得了吗 孙马感见他们三人来势汹汹 瞬间又耸了 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楚城 求求你放过我 我知道错了 那如果是我烧了你家房子 我给你跪下 你会饶了我吗 呃 孙马感顿时背对得哑口无言 而他一旁的媳妇董春华也是吓得瑟瑟发抖 我什么都没做 东西都是他偷出来的 我也是他放的 跟我没有关系 而且他还说要离开马山村 臭娘们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看我以后不打死你 走吧 都带回去 交给村长审判 随后楚城带着孙马感来到了村长 刘喜才家中 并且马山村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也都聚集在此 毕竟这偷盗放火是大罪 必须村长被协商给出一个处罚的办法 这偷盗要砍手 纵火更是最佳一等 明日让假偷直接送到府衙吧 村长 我错了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看在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 您就放了我吧 哼 孙马感见大家都没有反应 求生欲极强的他咬咬牙继续说道 我愿意把我的房子拿出来补偿给楚城 对了 还有我媳妇也给楚城做小妾 而且我一直都没有碰过他 孙马感 你觉得你说的话我们会信吗 就你这样的人还能忍住不碰 不是 我我我 我天生不能忍到 不信你们问他 明明天天同房 可媳妇却还是完毕之身 更想不到的是 他今天却心甘情愿地 要将媳妇拱手送人 只因他偷了别人家二百吨粮食 为了不去吨大牢 他宁愿送出媳妇也要私了 村长 我愿意把我的房子和媳妇 都送给楚城作为赔偿 而且我天生不能忍到 我媳妇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问他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董春华身上 是 他确实是没有碰我 这 楚城你怎么看 家里本来就有三个老婆 每晚忙都忙不过来 现在又送我一个 这有点吃不消啊 可是谁有介意再多一个呢 我听你们的 既然孙马感愿意拿出 自己的房子和媳妇作为赔偿 而且偷的东西也没有动 我看就不用送府衙了 从今天起 孙马感的房子归楚城所有 孙马感的媳妇董春华 成为楚城的小妾 和孙马感将在没有任何的关系 多谢村长 事情结束后大家各自散去 随后楚城则是把李清莲 成玉兰正宿额三人 接到了孙马感的家 李清莲三人看到董春华也是愣了愣 相公 这是 孙马感把他送给我做小妾了 楚城说完便把目光落在了 比较拘谨的董春华身上 刚才没看清楚 现在这仔细一看 董春华竟还是个大美人 我答应把你留下来 在我身边做小妾 不是因为我看上你 而是因为我觉得孙马感不是什么良人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你留下来 一个你离开 我楚城不强迫你任何的事情 听到楚城如此之说辞 董春华立马便跪了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 那孙马感根本就是一个畜生 他每天晚上都要打我 那好 那你先起来 从今以后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你不用担心 街后没有人会打你 相公人很好 对了 我这家里只有一张床 这五个人咋睡呀 没事 你和相公睡床上 我们睡地上就行 而且相公还会请你吃甜甜的棒棒糖 棒棒糖 什么是棒棒糖 待会你就知道了 四日一早 楚城便拖着疲惫的身躯 前往吕梁县卖人参 可惜昨天只挖了三株人参 不过这三株少说也可以卖个一百两 公子 今日前来是准备卖点什么 这一次我还是卖人参 挺像这么好的人参 你这都是从哪里找到的 楚城笑而不语 掌柜一看也没有再问下去 毕竟这是人家挣钱的秘密 怎么可能轻易地说出来 这三株人参你能出多少钱 八十两银子如何 一口价一百两 这 掌柜的你也不用觉得心疼 我知道你是稳专不赔 行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 那就一百两 从药不出来后 楚城又买了一些白面和几斤猪肉便返回了马山村 可刚进屋里清廉便迎上来 相公你知道吗 出事情了 出什么事情了 孙马杆把村长家的东西全部偷走了 是吗 意料之中的事情 楚城也并没有觉得奇怪 毕竟像孙马杆这样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意料之中 就在这时吴海也急匆匆跑了过来 楚城哥 吴海 怎么了 今天孙马杆把村长家给偷了 父亲担心孙马杆过来闹事 让我来看看 我这边倒没啥事 村长那边怎么样了 村长家里被偷的啥都不剩 甚至连做饭的锅都被扛走了 这孙马杆也真是畜生 好歹给人家留口锅呀 楚城哥 那既然没啥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楚城说完随即就从车上拿了一袋面递给了吴海 这怎么可以 你和嫂子们吃吧 吴海虽然表现上推辞 但是内心却真的想要 毕竟在这马杉村白面可是奢侈品 十斤白面就可以取一个媳妇 你们兄弟俩昨天帮我那么大的忙 我楚城也不是糊涂的人 你就拿着吧 算是我孝敬得发书和张神的 那行 谢谢楚城哥 送走了吴海 楚城又拿出在李良县买的麻绳 来 我教你们一个织网的技巧 楚城知道马杉村的河里有很多鱼 但是村民似乎不知道用鱼网 更准确地说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鱼网 相公 什么是鱼网啊 就是捕鱼用的 捕鱼不是用鱼竿和鱼叉吗 鱼竿和鱼叉虽然可以 但是效率低 鱼网可以一下子抓住很多的鱼 素额 玉兰 春华 你们三个就在家里置鱼网 我和清莲出去一趟 相公 你带我去哪呀 去看看村长 随后楚城拿了两袋白面和两斤猪肉 便带着李清莲朝村长家走去 而此时村长刘喜才一家子坐在一起 看着碗里面的白水野菜 一个个心情郁闷无比 现在怎么办 所有的东西都被孙马杆拿过混蛋偷走了 真是个畜生 连做饭的锅都扛走了 刘喜才也是憋屈 他也没想到孙马杆会恩将仇报 就在这时楚城带着李清莲走了进来 村长 你们都在啊 楚城哥 你们这是 我听说孙马杆把你们家的东西都偷走了 所以带着清莲一起过来看看 不管怎么说村长也是为了我的事情 哎呀 楚娃子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这是我应该的 随后楚城便把东西放在大家面前 刘二柱看着那猪肉两眼都开始放光 毕竟在这马山村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 更别谈猪肉了 村长 这一次我一方面是来看您 为一方面有些事情想要麻烦您 你说 我现在虽然住在孙马杆的家里 但也不是长久之际 我想要建一个烧砖厂和盖一个新的房子 所以请村长给我画出一块地 在古代 地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这建造房屋的地更是需要有证明 我以为是什么大事情 这事情我做主了 我们马山村的地你看上哪里 你就建在哪里 到时候我给你证明 那就多谢村长了 楚城此时也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事情竟如此顺利 事情谈妥后 楚城便带着李清莲回到了自己家 相公 你们回来了 没想到你们学得挺快呀 都变了这么多欲望 相公 你送了他们这么多东西 就只是为了要一块地 是不是太奢侈了 这要是放在平时恐怕很难让刘西才答应 但现在太医家遇到了事情 我来雪中送炭 这常言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所以刚才刘西才才会答应得如此爽快 还是相公你聪明 明天我就在马山村开一个砖厂 等砖出来了 我们就开始动工 我给你们建一个大大的房子 啊 建砖厂 这得花多少钱啊 相公 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着点花 毕竟家里现在五口人呢 你们可知道 现在我们家有多少存钱吗 上次人身卖了25两 然后又花了10两 应该还剩下15两 也幸亏那剩下的银子 被储存藏在了隐蔽的地方 所以才没有被孙妈赶找到 你说的不对 我今天挣了100两银子 所以我们家现在有115两 听到115两 李青莲他们四人瞬间愣住了 完全愣在原地 什么 115两 这得是多少钱啊 我恐怕一辈子都花不完 所以说这些银子 足够让我们开砖厂建房子 而且日后这砖厂 还会给我们盈利 稳赚不赔 行了 你们别一惊一乍的 这都是小钱 以后我还能挣更多 明天我就开始招募工人 你们四个就负责在家做饭 每天两顿 中午和晚上 相公你真厉害 表姐说的对 相公你太厉害了 既然你们夸我厉害 那我就请你们吃甜甜的棒棒糖 仅用一文前一天的工资 就想在村里招募工人盖房 可没想到村民不但不嫌少 而且还抢着报名 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干旱了50年 村民只能选择吃野菜 肯树皮冲鸡 如果我现在跟村民说 每天管他们两顿饭 我相信就算不给钱 他们也愿意 想到这里储城立刻进山 设下陷阱逮了几只野鸡 毕竟对于吃野菜的村民来说 肉可是很有诱惑力的 回到村后 村民看着储城带回来的东西 一个个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储城 你一个赌输人 咋还会打力啊 我看你进山也就几个十岁 你是咋做到的 我特么作为一个穿越者 逮几只野鸡那不是手到前来吗 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你小子三是有口福了 不是我有口福 是大家都有口福了 储城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准备建造一个专厂 大约需要十五个工人 一天一文钱管两顿饭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饭 储城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储城 你可一定要选我啊 我造铁柱 其他的本事没有 就是能干活 不仅每天管两顿饭 而且还得一文钱 这对于马山村的人来说 简直是梦中吃馅饼 很快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 片刻后一群人就涌进了储城家 储娃子 听说你要招工人 一天一文钱 还有两顿饭 你可不能忘了你兄弟吴海跟吴和呀 当然不会 他们俩兄弟前些事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我怎么可能忘记 从现在开始吴和 就是我们专场监工小队的组长 储城哥 要不让我跟吴海来担任这组长吧 行了 别废话了 你现在给我挑十五个人出来 要吃苦耐劳的 只会偷懒的人我可不要 随着储城的花音落下 众人立即朝着吴和围了上去 而此时吴海则诧异地看着储城 储城哥 那我呢 别担心 你 我另有安排 次日 吴和带着人建造专场 储城则是带着吴海每天进山打猎储备物资 很快十天时间过去 专场建设完工 在这个没有重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 吴和他们能在十天之内完成专场的建设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你们完成得很好 待会给你们每人多发一文钱作为奖励 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众人都看着储城 显然大家都已经不愿意回家 毕竟在这里干活每天有一文钱不说 而且还有两顿饭 这可是他们从未想过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烧砖 要有做砖批的 我们需要增加工人数量 那这次要招多少人 二十人 我可以让我媳妇过来吗 我媳妇特别能干 体力也好 可以是可以 但是女人主要负责烧柴和剪柴火的工作 搬砖这些重火还是要交给男人 很快储城再次招人的消息就此常开 原先没有被选上一直羡慕的众人 都疯狂地聚集在储城的家门口 吴和 让你们盖砖厂的人先回去休息几天 把机会让给其他人 储城哥 我们不单单会盖房子 我们也能烧砖啊 对啊 我们一样能干烧砖的火 我知道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听我的 先回去休息几天 几天之后你们就有活干了 既然储城哥都这样说了 必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我们听他的 很快储城便让吴海重新挑选了新的二十人 随后又给这二十人分成了四组 五人一组 每个小组都有专门的任务 而且三天轮换一次岗位 几天后随着储城的指点 青砖也是一点点的从砖厂烧了出来 逐渐步入了正轨 可这天储城刚回到家 李青莲却担忧地看着他 相公 不是我小心眼 大家吃的是越来越多 而且还有人往家里带 你抓的那些野味恐怕要不够了 没事 我来想办法 储城哥 那要进山吗 我要不要去准备一下 吴海跟了储城这么长时间 他基本上已经了解储城的习惯 咱们抓了这么久 这山里的野鸡野兔明显已经少了许多 虽然深山里面还有 但是里面却很危险 那怎么办 陆地上的我们抓不到 难道还抓不住这水里游的吗 储城哥 你是想去抓一马 但是每天这么多人吃饭 抓那么小小的几条鱼也不够吃啊 别担心 我有办法抓很多很多的鱼 片刻后储城便拿着李青莲他们织好的鱼网 和吴海一起来到一条名叫梁河的河流 随后他又用鸡蛋 面粉 鸡肉制作了一些鱼料 吴海看着储城制作出来的东西 他都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来 待会你就把这个鱼料扔到水里 我负责撒网 你做的这一头东西 真的可以吗 可以 你相信我 随着吴海把鱼耳扔入水中 不到片刻 一条条鱼便出现在了水面 储城看准时机 便瞬间将手中的鱼网撒了出去 等网拉上来 吴海看着网中的鱼也是瞬间惊呆了 你真厉害 没想到这一下子就抓住了数十条大鱼 这可比用鱼插好用多了 这都是少的 明天我还能抓更多 随后储城和吴海便带着鱼回到了马山村 李青莲他们看见这么多鱼也是吃惊不已 相公 你们这么短时间就抓了这么多鱼 好厉害啊 青莲 你们把这些鱼都清理干净 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工人喝鱼汤 吃鱼肉 此时站在一旁的赵铁柱口水都流到了地上 储城哥 你之前不是说过几天我们就有活干了吗 咋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你们这天天大鱼大幼 我天天在家吃野菜都快吃吐了 这砖块已经烧出来了 明天我就开始动工盖房子 盖房子的人就用你们专场监工小队的十五人吧 那太好了 明天终于不用吃野菜了 次日 储城的施工小队便开始建造房屋地基 捕鱼和打猎的事情则是交给了五海 而储城则是每天在家请四位媳妇吃甜甜的棒棒糖 随着日子慢慢过去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房子整体就已经建造出来 储娃子 你这房子恐怕我们整个旅粮线都没有 主要是咱储城哥懂得烧赚 这要是换了别银建这么大的房子 少说也得一百两银子 这房子确实是省了不少钱 砖块瓦片都是我自己烧出来的 这前前后后一个月时间也就花了不到十两银子 用十两银子做数百两银子的事情 我真是个天才 储城哥 以后我们也可以租这样的房子吗 当然可以 现在我们马山村有了自己的砖厂 不过你们要建这样的房子 那就得花钱在我这买砖头 还要花钱啊 我说招铁柱 你是不是糊涂了 难道你想不花钱啊 人家储城自己建房子 所以才每天给我们一文钱关两顿饭 现在人家建完了 你要建房子 凭什么给你花钱 还是二望你想得明白 嘿嘿 我就是问问 那你这砖头咋卖 多错钱一块啊 这个价格我日后会告诉大家 但不是现在 其实关于价格方面 储城他自己也没有想好 所以只能等到日后再说 储城他们这边聊得热火朝天 而另一边 吕梁县前往金川县的道路上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光头男 看着地上的尸体 脸上犯着愤怒的表情 他们的又是打秋风 一点油水都没有 最近这人怎么越来越穷了 再这样下去 我都快要去狠树皮了 嗯当家的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搞到钱 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 孙马感你是在羞辱老子吗 不敢不敢 我知道马山村有一个 叫储城的书生 他很有钱 孙马感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他偷了村长的家之后 便逃了出来 但是又在吕梁县花光了所有营 便决定去金川县碰碰运气 谁知道半路上碰到铁粉 孙马感便就此加入了青龙寨 马山村 一个穷乡僻壤的穷书生 他能有什么钱啊 二当家你不知道 这个储城是以前没钱 可忽然就变得有钱了 我怀疑他在山里面发现了宝物 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宝物 就可以大赚一笔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对了 还有就是他的几位媳妇 可谓个个都是貌美如花啊 好 那就去马山村 先是烧了一大锅热水 然后将有毒的蘑菇丢了进去 接着又往锅中扔了一头羊 村民们看到都惊掉了下巴 都以为他是脑壳坏掉了 可万万没想到 他却靠这只有毒的羊狂赚三百两银粉 储城哥 你这用毒蘑菇的水泡羊 那大家还怎么吃啊 这不是给你们吃的 这是给青龙寨山匪准备的 我想用这只羊一锅端了青龙寨 储娃子 这青龙寨里面可是有五十多号人呢 你可想清楚了 德发说 现在青龙寨的人已经盯上我们村了 与其束手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而且这青龙寨五十多人的赏金少说 也有三百两 难道你们不想发财吗 当然想啊 只是这有毒的羊他们真的会吃吗 就算他们吃 他们吃之前也会咽一下有没有毒啊 谁说要送了 我们等着他们抢就行了 而且这蘑菇的毒 是用银针咽不出来的 什么 让他们抢 这事不是太冒险了 风浪越大 鱼越贵啊 随后楚城便把计划 跟他们详细说了一遍 第二天一早 楚城他们一行四人 便带着羊踏上了 前往青龙寨的道路 无合无海 你们俩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去金川县提亲的 可不能说漏嘴了 放心 我们记住了 就在这时 吴德发一个转身 谁在那里 给我出来 随着吴德发的一声怒斥 赵铁柱和田二望 让俩人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二望 铁柱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德发叔 我看你们一大早 就带着羊出门了 想必你们一定是去挣大钱 不如带上我们吧 此时的楚城 正愁人手不够 没想到他们两个来了 便说道 发财的机会确实是有 但很危险 很有可能会断送性命 你们敢吗 我们现在都穷得 吃不上饭了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那如果说 我们要去青龙寨 你们还敢吗 什么 青龙寨 那可是一个 聪明昭祝的山寨 去了 既不是松死吗 没错 所以你们敢不敢 不敢也没事 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 但是这件事情 你们绝不能说出去 敢 我去 既然铁柱都去了 那我也去 那好 那你们俩就悄悄 跟在我们后面 千万不要轻易露面 如果待会动起手来 你们再出来帮忙 没问题 而另一边 青龙寨的山匪 也正朝着马山村走 孙马改 待会到了马山村 要是找不到你说的 那个叫楚城的书生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当家的 请放心 您就等着发财吧 二当家的 前面来人了 好像还推着一只羊 竟然还有这好事 这马山村果然不一般啊 正好肚子乐了 先去解决了 他们几个再说 楚城 竟然是你 我们正要去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 还送上门来了 原来你就是楚城 大爷我叫钱马 听孙马敢说你发财了 快跟大爷我说说 你是靠什么发财的 楚城哥 千万不能告诉他们 吴海 我劝您少管闲事 快说 你们今天带着羊 是不是准备去挣大钱 这只羊是我去金川县提亲的聘礼 少废话 羊留下 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但是楚城你不能走 前往大爷 您行行好 我们还要赶往金川县提亲 这要是误了时辰 可就泡汤了 要不这样 今天这只羊我们留下 你们明日再来我们马山村 我白几桌好酒好菜 到时候好好跟你说说 我挣银子的方法 哦 楚城 你别废话 你以为我会信吗 你给我闭嘴 你才加入青龙寨几天 这没你说话的份 楚城 你今天仅凭这一只羊 就想打发我吗 你当我们是要犯的吗 楚城见前忙已经上钩 随即又掏出二两银子 丢在了地上 前忙大爷 这二两银子 算是孝敬大伙的 今天我们赶着去提亲 出门集没单那么多 明日您再过来 我保证好好招待您 哦 这还差不多 但是你小子给我记住了 明天我过来 要是见不到女人 那我就将你们这马山村 一为平地 嗯当家的 不能相信他 小心有诈 你懂个屁 这叫细水长流 我特么都饿了几天了 先吃饱了再说 把这羊带回去 今天咱们吃羊肉 楚城哥 刚刚真的是太危险了 看来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带上家伙 跟我来 此时前忙他们带着 抢到的羊返回青龙寨 而楚城他们则是 悄悄地跟在后面 二当家的 你这一次收获可不小啊 兄弟们都已经 两个月肚子里面 没有油水了 哈哈哈哈 通知下去 今天我们吃羊肉 喝羊汤 欢呼吧 这就是你们最后的一顿饭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候 很快青龙寨就飘起了 一股羊汤的香味 大当家的 羊肉熟了 可以吃了 老二 你做得不错 那就开掌 咱们今天不醉不贵 而楚城这边 正在做最后的部署 等会大家冲进去之后 不管有没有死的 全部都给我补到 绝不能出现什么漏网之鱼 明白 很快一大锅羊肉 被大家吃得甘甘兢兢兢 但是下一秒前忙 却突然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啊 我周围怎么都是气泡啊 我也是 我身边好多会飞的鱼 不对 还有好多美女 顿时间大家开始 一个个的胡言乱语 整个青龙寨也是群魔乱舞 紧跟着大家 一个个瘫倒在地上 楚城见山匪已经中招 随即便吩咐下去 都给我冲 一个不留 他们都是山匪 绝不能留情 记住对敌人的仁慈 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随着楚城的花音落下 他们一行人冲进山寨 对着倒在地上的山匪 开始挨个补刀 吴海 你马上联系吕梁县甫芽 就说我们剿灭了青龙寨 让他们过来验收 好 我这就去 一个时辰后 吴海便带着牙医来到了青龙寨 府衙班头看见此情景 也是吃惊不已 就你们几个人 既然赶灭了整个青龙寨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是一高人胆大 还是无知者无畏啊 可能是我们运气好吧 我叫曹松 雨梁县府衙的班头 你就是楚城 曹班头 难道你认识我 不认识 不过在来的路上 你们村的吴海 已经跟我说过了 而且你的计划 简直是天一无缝了 您客气了 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手段 阿旦 你留在这里清点人数 我先带他们回府衙 你们的功劳 我会如实上报给大人 多谢曹班头 随后楚城他们便跟着曹松 来到了府衙 冯大人 他就是楚城 就是他计划了所有事情 不错不错 年少有位啊 如果人人都能如同你们这般 我礼良地界何来匪扣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楚城 你有没有兴趣来我府衙做事啊 从曹松的口中得知 这楚城是个人才 所以冯大人才想着要拉拢他 承蒙大人抬爱 但是草民随性惯了 此话一出 吴海等人瞬间愣住 这可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机会 楚城居然就这样放弃了 楚城 你就不再考虑一下 不了 我特么没穿越前 就是劳累的命 这要是来到府衙 恐怕必然会有 没日没夜的事情 自己到时候 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既然如此 本官也不强人所难 冯大人见楚城如此之说辞 也没有再继续为难他 聊了一些家常后 楚城他们则带着赏金 回到了马山村 这次赏金一共得了 三百两银子 楚城分给他们 每个人十两 随后便带着剩下的 二百五十两 回到了自己家 相公 这么多银子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今天带着吴海他们 把青龙寨给一锅端了 这是屡良献府衙 给我们的赏钱 一共是三百两 我分给他们 五个人每人十两 剩余的二百五十两 都在这里了 相公 你好厉害呀 那现在我们家 就有三百多两了 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还不错 什么叫还不错呀 我们可是有三百多两啊 莫说是屡良献 就算是去广安郡 那也可以一事无忧了 相公 怎么了 我们成婚已经一个月了 我还没有回去过 所以我想要回一趟娘家 李青莲试探性地看着楚城 也不知道楚城会不会同 虽然说这家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但人心都是肉长的 毕竟娘家是她长大的地方 青莲 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你别这样说 这不是相公你的错 你这小妮子 那我们明天就去屡良献买点东西 然后去下河村 对了 素鸢你要一起回去吗 楚城想到成素娥和李青莲 在一个村子 嗯 去 那行 明天我们三个一起去下河村 家里面就交给春华玉兰你们俩人了 相公放心吧 家我们一定会看好的 那行 今天就多早点休息吧 我也累了一天了 那待会 你还有力气吗 进村时发现奇怪的一幕 村民们都拎着板凳 跑同一个方向跑去 来到一个篱笆小院后 立刻坐下对着里面的人指指点点 李老二 你们一家人赶快逃命吧 不然晚了就来不及了 怎么了 你家新年被休了 现在正退回呢 听到此话的李老二和王沈顿时 犹如五雷轰顶 原来在这个朝代嫁出去的女儿 要是被休了的话 等待他们的僵尸被抄家流放 相公 再往前就是我们家了 待会爹娘见我们回来一定会很开心 那我们走快些 楚城推着独轮车 很快就来到了李青莲的家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难不成真被休了 娘 你瞎想什么呢 我们没有被休 这位便是我们的相公 马山村的楚城 伯母好 既然没被休 那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爹 我们这次回来是专程来看望你们的 您看 我们还带来了礼物 众人随即看向一旁的不轮车 不仅有鸡鸭鱼肉 甚至还有上等的不匹丝绸 哎呦 这么多东西 这得多少钱了 这些没多少钱 也就几辆银子而已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瞬间傻眼了 要知道在这个村 一个普通家庭一年都很难挣够一辆银子 出手就是几辆银子 那楚城 你是做什么的呀 爹 相公是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怎么可能挣这么多银子 也就是剿灭了青龙寨官府给的赏钱 众人再次傻了眼 他们没想到一个文弱书生竟然剿灭了青龙寨 楚城他们聊得热火朝天 但殊不知这个时候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金川县梨花寨内 你说什么 青龙寨被灭了 梨花寨寨主冷梨花看着回来的人 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 没错 府衙的人亲口告诉我的 寨主 难道是上面派人下来剿灭的 应该不是上面派人下来的 我打听了 好像是吕梁县马山村的几个村民剿灭了青龙寨 就凭几个村民 怎么可能 你小子是不是听错了 不管是谁剿灭了青龙寨 这颗毒瘤总算是清楚了 也算是百姓的福分 你真的相信几个村民灭了青龙寨吗 是不是真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梨花寨你先看着 我去套马山村 次日阳光明媚 冷梨花便带着属下来到了马山村 这穷乡僻壤居然还有如此好的房屋 这马山村果然不简单啊 建这么大的房子少说也要摆两银子 他们不会是把脚灭青龙债的赏金 全部用来盖房子了吧 有可能 走 进去看看 而此时楚城他们也刚从夏合村回来 正在屋内和四位娘子商量家里的布局 有人吗 谁啊 我们是路过的 过来淘口水喝 哦 来了 多谢姑娘 这房子真气派 是你们自己盖的房子吗 嗯 我相公设计的 那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也没多少钱 都是乡礼乡亲帮忙 前前后后也就花了十两银子 什么 才花了十两银子 姑娘 你这说话也太夸张了 十两银子恐怕这房子地基都盖不起来 而且这青砖灰瓦 难道你们都没有花钱吗 这些确实是没有花钱 我相公建造了一个砖厂 我们自己烧砖块和瓦片 嗯 就在这时乌德发带着乌海走了进来 冷梨花看到乌德发的叉了 身子都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而乌德发眼神中也闪过金茶 您这是 我们是路过的 过来淘口水喝 还没等乌德发说完 冷梨花就率先开了口 乌德发见状也没再多说什么 嫂子 楚辰哥在吗 在 相公 吴海和德发叔来了 德发叔 怎么了 楚娃子 我们过来借你的独轮车用一下 啊 就在那里 你们自己拿吧 行 那谢谢楚辰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那我们也告辞了 从楚辰家出来后 吴德发则是悄悄跟上了冷梨花 千军营吴德发见过大小姐 德发叔起来吧 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大小姐了 大家只知道冷梨花是债主 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镇北侯府大小 五年前夜门关失守镇北侯府被抄嫁 冷梨花从镇北侯府出来后便就此创立了梨花寨 大小姐 您怎么会来我们马山村 听说你们马山村剿灭了青龙寨 所以好奇过来看看 大小姐听到的没错 确实是我们马山村剿灭的青龙寨 这怎么可能啊 你们马山村怎么有能力剿灭青龙寨 这都是我们村储臣制定的计划 我们根据他的计划形式 所以才轻而易举灭了青龙寨 可否跟我说说看 随后吴德发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向冷梨花详细讲述了一遍 好精妙的计划 倘若此人能加入我梨花寨 那我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将来重镇镇北侯府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大小姐如果是想要拉拢楚城进入梨花寨 恐怕是没有希望 怎么会 难道我们再祖亲自请他都不行吗 休得胡言 但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傲计 大小姐如果真要拉拢他 不如先跟他接触一下了解了解再说 吴德发的意思很明显 就算是不能拉拢楚城 将来做个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好 那还请德发书在马山村给我找一个住处 行没问题 第二天一早 吴德发就借着收药材的名义 把冷梨花带到了楚城家 你不是昨天过来淘水喝的姑娘吗 你们今天这是 楚公子 我叫冷梨花 听德发书说你这里可能有药材 所以过来看看 此时楚城一眼就看出这个人并非收药材那么简单 但是他也没过多纠结 只要不招惹自己就行 原来是德发书让你们过来的 可惜我们这只有野菜 没有药材啊 没关系 没有药材 那就当做事认识一下 行 那我们继续说 现在专场已经步入正轨 也不需要我再去打理 所以我决定把专场租赁出去 楚城哥 什么是租赁啊 就是找个人替我管理专场 说白了就是合伙人 今后专场所有的利润三七分 我七成他三成 当然专场的一切费用和员工的工资 还是我来负责 那你这不是白给那个人三成了吗 也没有那么简单 负责专场的人要管理专场 管理劳工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那现在专场每天的利润有多凑啊 现在一天能生产五千块专 这五千块专 我们就按照一两银子来出售 除去每天的人工伙食木材一百文 你说我们每天能挣多少钱 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愣住 甚至连一旁见过大市面的冷梨花 也是惊讶不已 楚城哥 我愿意做这个合伙人 你不后悔 不后悔 那好 那从今天起 你就是专场的负责人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再来找我 好 没问题 将专场的事情安排妥当后 楚城也是松了一口气 一旁的冷梨花也突然发现 楚城是一个非常能把控人心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这样的人非常难得 我一定要将他拉入梨花站 事情谈妥后 大家都各自散举 相公 专场那么挣钱 你就这样交给别人 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以后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管专场的事情 所以提前交出去也好 相公 你是不是又想到 其他的挣钱方法了 对 我下一步准备开始造纸 然后建一个造纸厂 相公 难道你还懂得造纸术吗 你们太小瞧我了 我可是无所不能 行了 别一惊一乍的 我现在要去旅良县买原材料 你们谁跟我去 毕竟自己好几个媳妇 出门在外必须带上一个 不然娶那么多媳妇做什么 让素娥跟你去吧 我们三个在家整理屋子 行 那素娥 我们走 随后楚臣便带着 程素娥来到了旅良县 可就在这时路边 一对妇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爹 能不能不要把我 卖到烟花巷 我的乖女儿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姨父 此时程素娥忽然开口 素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跟我相公来旅良县 买一些东西 姨父 你们怎么也在旅良县啊 此时男人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 走了过来 目光随即落在了沈英平身上 上下打量 似乎观察得非常仔细 您就放心吧 从小到大一只养在家里面 一根手指头都没有被人碰过 看来你这衣服 是准备卖女儿了 什么 太瘦了 我买回去 还得要养她半年 才能开始回本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两银子 我都养了她十多年了 就算吃也不止吃了一两银子 您不能让我做赔本的买卖啊 此时的程素娥实在不忍心 就这样看着表妹被卖 她知道现在唯一能帮忙的只有储臣 便开口说道 相公 你觉得我表妹怎么样 挺好 长得也水灵 这就对了 要不你出钱把我表妹买了 给你做个小妾如何 媳妇逛街时偷看美女 媳妇发现后不仅不生气 反而还邀请美女 嫁给自己老公做小妾 没想到美女居然还同意了 可这时她爹却不干了 哼 我这刚和别人谈好价钱 我说你们就别捣乱了 姨父 你要是把她卖到青楼 那她这一辈子就毁了呀 哼 素娥 算了 我也不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 相公 我这表妹可是读过书的 而且以后多一个人吃棒棒糖不好吗 那行 那我出二两银子 你说什么 我说我出二两银子买它 哼 小子 我刚跟她谈好价钱 你就出二两银子 我看你是存心捣乱的吧 人家姑娘长得好看 幼稚书识字 你出一两银子 这不是坑人吗 小子 劝你失去点 敢在这里冒事 信不信我今天让你躺着回去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难道还能当街行凶不成 哼 沈其山 这不会是你找来的托吧 想要跟老娘我玩仙人跳吗 呃 素娥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胡闹了 姨父你怎么这样说 不管什么事情 你也不应该卖女儿啊 哼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女儿都没有意见 你们在这里费什么话 你既然选择卖女儿 卖给谁不是挣钱 难道她的钱是钱 我的钱就不是钱了 你用着烫手啊 呃 你说你出二两银子 那你拿得出二两银子吗 我当然拿得出来 随后楚晨便拿出了二两银子 沈其山见状连忙收了过去 迎平 你以后就跟着你表姐 他们一起生活吧 我走了 沈其山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完全看不出那种卖儿卖女的悲情 你以后就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吧 孝子 我看你是没事找事 今天我就让你躺着回去 说话间一个壮汉就走了过来 就在这时牙翼班头曹松也正好路过这里 楚晨兄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曹班头 好久不见啊 见外了 我比你年长一些 托个大 你叫我曹大哥就可以了 中年女人见到曹松 面色也是阴沉下来 本想着好好地教训一下楚晨 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和府衙班头曹松认识 而且关系还如此的好 楚晨兄弟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想要教训我 这不是罗妈妈吗 楚晨是我朋友 近日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我曹松替他赔个不时如何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跟这位公子开个玩笑 对了 我家爷爷今天生孩子 我就先走了 随后罗妈便带着人离开 待会你们出了城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楚晨兄弟 你们怎么和罗妈妈他们之间有矛盾了 这位是我媳妇的表妹沈盈平 罗妈妈就是来买她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搅局吧 原来如此 这罗妈妈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在旅粮县也有些手段 待会你们出城后还是要当心一点 明白 他们俩寒暄了一会后 楚晨便带着陈素额沈盈平来到一家商铺 订购了一些造纸的原材料 随后他们便踏上了回马山村的路 素额 嗯 你和盈平先走 回到马山村找吴海他们过来接我 嗯 相公怎么了 我们被跟踪了 应该是那个罗妈妈的人 我感觉他们会从旅粮县出来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让吴海他们过来帮忙 嗯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你们俩人离开了 我就可以放心地和他们周旋 完全可以等到吴海他们过来帮我 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我们这就去找吴海他们 随后陈素额和沈盈平俩人快速离开 而另一边 旅粮县烟花巷内 罗妈 我们的人回来了 说那小子已经出城了 我们要不要跟上去把他给 去吧 做得干净一点 这小子和曹松认识 绝不能留下把柄 至于他身边的两个女人 给我抓活的送到黑虎寨 大当家的马上就要过寿 我们也应该表示表示 罗妈之所以能带吴梁县立足 是因为他背后有黑虎寨撑腰 而这烟花巷就是黑虎寨在吴梁县的据点 明白 我这就去 而楚臣这边也是加快了脚步 敌人更是紧追不舍 一段时间后 楚臣体力不知便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 难道这小子是属兔子的吗 黄哥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继续搜 一定要找到他 算算时间 他们也应该差不多来了 楚臣心中计算着时间 果然 不到片刻 吴海就带着人赶不过来 楚臣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很好 楚臣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看来身体是真的到了极限 等楚臣再次醒来 李清莲他们正担忧地看着他 相公 你醒了 我这是 吴海他们说见面之后 你就晕了过去 对方见到他们人多遍逃走了 那就好 对了 我今天在商铺买的东西都送到了吗 都送来了 我已经让吴海他们帮忙 放进了仓房里面 相公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没事 这不愿你 只要大家平安就好 接下来的几天 楚臣也没有干活 就在家中休息 李清莲 程素娥 郑玉兰 董春华 沈银廷五人士轮番照顾 几天之后 吴和吴海他们也将造纸厂建设完工 楚臣哥 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设施都建好了 好 辛苦了 那接下来就开始招工 造纸人员三十人 工钱还是和专厂一样 一天一文钱管两顿饭 你看我们负责建造纸厂 我们能不能直接在造纸厂上玩啊 不行 你们接下来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啊 你们给我盖一个食堂出来 现在专厂和造纸厂加起来 足足有五十多名员工 总不能一到饭点 就都来自己家吃饭吧 所以楚臣决定建一个大大的食堂 楚臣哥 什么是食堂啊 就是大家吃饭的地方 到了饭点大家便可以去食堂吃饭 以后就不用每天都挤在我家了 正当楚臣他们商量在哪里盖食堂的时候 田二望却急匆匆地跑过来 无核无害 不好了 你们父亲突然浑身湿血地回来了 张神让你赶紧过去 随后楚臣也来到了吴德发家 先是检查了一下伤势 张神 你们不必担心 都是一些皮外伤 德发叔不过是湿血导致的脸色苍白 只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便能恢复 楚娃子 你德发叔真的没事吗 没事的 您先去烧点开水 把他身上的血迹给擦拭干净 好 我这就去 德发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去梨花寨了 你去梨花寨干什么 你应该知道我以前当过兵 嗯 这个我知道 其实我以前是千军营的副统领 这千军营是镇北侯冷气级的亲卫军 此话一出楚臣也是愣住 他虽然知道吴德发当过兵 可没想到既然还是侯爷亲卫军的副统领 这官职恐怕比支线都要大 前几天过来收药材的冷梨化 他其实是镇北侯府的大小姐 五年前燕能官失守 侯爷被问罪 被隔去官职流放 大小姐从镇北侯府出来后 便创立了梨花寨 想要被侯爷报仇 荡平屡粮地界的废侯 我就知道这冷梨花 绝非收药才那么简单 其实他是来找你的 你能一举剿灭青龙寨 大小姐想拉拢你加入梨花寨 协助他剿灭那些废侯 可就在昨天梨花寨传来消息 说寨子里面有人被判 所以你是放心不下他 才跟他一起去的梨花寨吗 没错 梨花寨的二当家勾结了黑胡寨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白府 大小姐便和我们分开吐围 我找了大小姐 整整一天也没有找到 此时的楚臣倒是有几分敬佩 毕竟在这个时代 冷梨花能创立山寨 而且立足在这里能避解 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楚娃子 你能不能帮我把大小姐找回来 当年侯爷对我有救命之恩 可惜我一直没能报答 现如今大小姐生死无人 我岂能坐视不理 德发叔你好好养伤 这事情就交给我 多谢 从吴德发家中出来后 楚臣便回到了自己家 相公家里来人了 谁啊 楚臣走进去一看 顿时傻眼了 卧槽 楚公子 落 你的事情我都听德发叔说了 那德发叔现在怎么样了 他没事 都是一些皮外伤 倒是你 感觉你比他伤得更严重 没事 小伤 那你还是先在我这里 好好养伤吧 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担心 好 那就劳烦楚公子了 三天后冷梨花 身体也恢复得七七八八 楚臣便带着他来看望吴德发 现在你身体也恢复了 冷姑娘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楚公子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算是吧 你丽花寨在旅梁地界 是很多山寨的眼中 丁肉中刺 一旦你在马山村的消息传出去 我们可就无法安生了 放心 我会抓紧时间离开的 相公 旅梁先来人了 说要见你 有重要的事情 好 知道了 楚臣走出去一看 原来是自己订购造纸原材料 那家商铺的伙计 你怎么来了 楚公子 您摊上大事了 什么意思啊 今天早上我们掌柜 在烟花巷得到一个消息 说罗马找到了黑虎寨 想要让黑虎寨 出面教训你 楚臣本以为 让冷梨花离开马山村 他们就可以独善其身 可没想到 这罗马居然和黑虎寨 还有关系 这黑虎寨要是出手的话 恐怕整个马山村 都会跟着遭殃了 楚娃子 现在可怎么办呢 只因逛街时 抢了一位小妻 可没想到 却得罪了势力强大的黑虎寨 结果第二天 山匪就要来找他的麻烦 楚公子 黑虎寨说要来取你的性命 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 这黑虎寨要是出手的话 恐怕整个马山村 都会跟着遭殃啊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既然这黑虎寨 对我们造成了威胁 那么我们就一锅端了它 你们恐怕不是黑虎寨的对手 您还是和罗马见一面 我们掌柜也愿意从中调停 多谢了 此事让我想一下 不过你能过来送信 我楚臣记住了 那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送走了伙计几人 便都沉默了下来 冷姑娘 可否做一笔买卖啊 哼 怎么 楚公子不赶我走了 死一时比一时啊 那你说吧 让我听一听 你有什么坏主意 也不能说是坏主意 对于你我都有好处的事情 不如我们合作一下如何 嗯 怎么合作 我们一起剿灭黑虎寨 什么 你是在开玩笑吗 这黑虎寨 可是比青龙寨要厉害许多啊 呵呵 在我看来 不过是插标卖手 土鸡娃狗之北罢了 只要我楚臣愿意 抬手之间 便可让其灰飞烟灭 哼 好狂妄的话 那你倒是说说 要我怎么合作 你立即召集你梨花寨的人 到时候一切听我命令 哼 都听你指挥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 你梨花寨在柳梁地界 虽然立足 但是没有名气 如果这时候 你们灭了黑虎寨 必然会声音大噪 这对于冷姑娘来说 可是个好事情 那你们呢 我们得到的势力 剿灭黑虎寨 明是你们梨花寨的 但是赏钱是我的 你不要明 木锈于林 风闭催止 风头太大 很容易遭人妒忌 所以低调才是王道 你也可以理解成狗 其实冷梨花心理也很清楚 这件事情 对于他们梨花寨来讲 只有好处没有坏人 想了一会后便说道 可我梨花寨 已经被他们打散了 未必能凑够那么多人了 能凑多少是多少吧 好 那我待会就去找人 德发叔 你现在去联系一下其他人 看看大家愿不愿意 如果愿意的就来 不愿意的就算了 但是必须保证 谁也不能掀秘 行 没问题 傍晚 楚城家中就聚集了不少人 有年过七十的 也有不到十岁的 甚至还有半生不随的 个个都是抢着报名 诸位这剿灭黑虎寨 可不是去开玩笑 未必会跟青龙寨一样的顺利 我无法保证大家都可以安全 很有可能有人会在其中丧命 在听到会丧命之后 不少人都沉默了下来 我只要青壮年 而且还是不怕死的 如果愿意就上来千生死状 千字花鸭之后 就可以跟我去 众人看着楚城手中的生死状 不少人都打了推堂鼓 片刻后 原本院子里挤满了人 可最后却只剩下了吴德法 吴河 吴海 赵铁柱 田二望他们五个人 楚城哥 就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太少了 没事 一切由我 第二天一早 冷梨花就再次来到了楚城家 楚公子 我已经把梨花寨的人 集结起来了 一共是五十来人 不错 那你呢 集结了多少人 我有五个人 什么 五个人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我确实只有五个人 楚城 你这不是让我和兄弟们 去送死吗 我可没有说让你们去送死 而且打仗不是靠谁的人多 打仗是靠脑子 上兵伐谋你不知道吗 哼 你最好能说到做到 若不然我不介意 让你走在黑虎寨前面 行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免得夜长梦多 相公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在家等你回来 放心 没事的 随后楚城带着众人 朝着黑虎寨出发 等来到黑虎寨时 已经是傍晚 楚城便让众人原地待命休息 他则是想了一个妙计 在得知梨花寨 二当家向冷梨花表白 九百九十九次后 被狠心拒绝 才使得二当家失恋过度 最终被判了梨花寨 还劳烦冷姑娘 给那个孙伯谷写一封书信 哼 你让我给他写信 你想得美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我们要利用孙伯谷这枚妻子 给他们来一个离间集 嗯 那你想让我怎么写 你就写 明日你和他林外 和剿面黑虎寨 事成之后 就用罗虎的人头 来庆祝你们成婚 什么 成婚 楚城你是疯了吗 这就只是一个计划 不是真的 我们这是在挑拨罗虎 和孙伯谷之间的关系 一旦他们内讧我们 便有了机会 哼 我不写 要写你自己写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是不是来亲戚了 什么亲戚 亲戚就是 啊 更开 你小子是不是找死 好好好 你好好的写 很快冷梨花 就将书信写好了 小七 你把这封书信 送到黑虎寨便可 切记不要太明显 只需要让人发现就好 明白 随后小七便偷偷摸摸 进入了黑虎寨 站住 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 是不是梨花寨的 是是是 你们梨花寨的活动区域 在寨子北面 你怎么来这里了 赶紧走 不好意思 走错了 小七急忙转身离开 不过离开之前 便将书信下意识地 掉落在地上 山匪看着地上掉落的书信 上面还写着二当家亲戚 便立马给二当家张俊送了过去 嗯 当家的 这是梨花寨的人 给你送的书信 他损伯谷 不是在我黑虎寨吗 签子过来就行了 居然还玩送信这一套 有什么可显摆的 张俊接过书信打开一看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二当家 怎么了 你快去通知大当家过来 出大事了 很快大当家罗虎 便来到了张俊面前 二弟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大哥 你看 这次冷梨花 现在是孙伯谷的书信 他们明天要离尾 和浇灭我们黑虎寨 亏我的人及时发现 不然我们恐怕 都要被孙伯谷和冷梨花 他们的算计了 他们的 怪不得孙伯谷 忽然之间给我传来消息 说愿意投降我黑虎寨 让我帮忙 原来是以出苦肉气啊 不过喝他的人 宁可作杀不可作放 英北 黑虎寨北面 孙伯谷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张俊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成兴 实意来投靠黑虎寨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能如此沉地主气 你们的计划 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 你因为你和冷梨花 之间的阴谋 我们会不知道吗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次冷梨花 刚早让人送给你的书信 不过耸心的人有些杀权 被我们的人给发现了 冷梨花说 你们要离尾 和一起浇灭我们黑虎寨 孙伯谷你以为我们都是杀雀吗 怎么会这样 我和冷梨花之间 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是清白的 我不管你死不是清白的 你现在可以去死了 等等 这绝对是有人诬陷我 我要见一下大当家 哼 我大哥现在可没空见你 兄弟们 给我手 小七见状便连忙回来 通知楚辰和冷梨花 张俊要杀了孙伯谷 他们双方已经打起来了 好 机会来了 走 我们出发 随后楚辰便带着众人 直奔黑虎寨 什么人 由于张俊带着人 都去了黑虎寨北面 所以楚辰他们 从寨门冲去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阻碍 直接一路冲到了大厅 你们是什么人 罗虎 拿命来 很快两人就交战在一起 打着你 这罗虎在身材体格上 明显有优势 冷梨花显然已经处于下风了 楚辰想了想便说道 冷梨花加油啊 张俊已经被孙伯谷杀了 在听到张俊被杀 罗虎猛然有些分神 冷梨花看准时机 一点寒芒先到 随后枪出如龙 黑虎寨大东家罗虎 就这样倒在了梨花枪下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去找张俊和孙伯谷 好 很快冷梨花便带着 孙伯谷和张俊回来了 张俊 当初你在梨花寨外面埋伏我 没想到吧 今日你会落在我的手中 冷梨花说话间 便一枪结束了张俊 一旁的孙伯谷 直接吓尿了裤子 梨花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哼 没出息的家伙 楚公子 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他 我就算了吧 我一个外人 你们梨花寨的事情 我就不参与了 哼 你既然选择 和我梨花寨一起 剿灭黑虎寨 那你就注定无法 置身事外了 你什么意思啊 冷梨花笑着小手一挥 八戒二当家 我曾经说过 谁要是帮我梨花寨报仇 那就是我梨花寨的二当家 所以你楚臣 现在就是我梨花寨的二当家 可我都没有处理啊 这一切都是诸位兄弟 你们自己的努力 楚臣 难道我梨花寨 就这么不入你的眼 不是 只是我这个人自有惯了 也不喜欢什么职位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 生活在马山村 并不影响啊 你可以继续生活在马山村 你只要是我们梨花寨的 二当家就行了 楚臣哥 我觉得你还是答应了吧 冷姑娘也是一片好心 而且这以后 其他的山寨 想要欺负我们马山村 他们也会有一些忌惮不是吗 那行吧 我答应你 好 那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梨花寨的二当家 诸位兄弟们都给我听着 从今天起梨花寨 楚臣说的话 就跟我冷梨花说的话一样 楚臣 都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梨花材 误视我的存在 变成今日这样的局面 都是你的缘故 呵呵 你是不是没吃药啊 今日的这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取的 楚臣哥 杀了他 随后五海冲过去 便一刀急死了孙伯 大当家 我们刚才发现了地牢 而且里面还关在一个人 是吗 走 去看看 三百岁的小姑娘 被困地牢整整三十天 这天终于等到了营救她的人 姑娘你别怕 黑虎寨已经被我们一锅端了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 我又能回呢 我的家已经没有了 怎么了 我本住在七阳县 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一个月前 我们来里梁县做生意 可路上却遇到了黑虎寨的人 我的家人都遇难了 冷梨花看着面前女子 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楚臣 要不你收留了她如何 冷梨花 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家里已经有五个了 就算是我有八颗肾 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哼 你一个大男人你怕什么 就算是吃亏 也是人家姑娘吃亏 你最多吃点人 身补补就能恢复过来 卧槽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子姓周 明玉雅 周玉雅 是 周姑娘 你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归处 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有时候机会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周玉雅听完冷梨花的话 仿佛是明白了些什么 随后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我一看公子便是正人君子 还请楚公子收留我 我愿意当牛做马 侍奉公子一辈子 周姑娘 实不相瞒 在下已经有媳妇了 而且还是五个 楚臣说出了自己的情况 她希望周玉雅能知难而退 如此看来楚公子更是好人了 大下朝男尊女卑 女子犹如衣物 很多男子虽然可以三妻四妾 但是为了那人投税 都不愿意夺取 如此情况之下 公子居然有五房媳妇 可见公子是好人 楚臣哥 我觉得你就说了他吧 而且这造纸厂和青砖厂 已经开始生产 到时候生意忙起来 多个人搭把手也不挺好嘛 楚公子 我家以前就是做生意的 我就懂得做生意 你懂得做生意 是的 正好家里缺一个会做生意的帮手 那你就跟我走吧 楚臣 你可要当心身体啊 放心 我遭得住 你要不要也体验一下 处理完黑虎寨的事情 楚臣便返回了马山村 相公 这位是 他是被黑虎寨抓住的受害者 家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而且他还懂得做生意 所以我就带他过来了 我叫周玉雅 见过诸位姐姐 相公 那今天又多了一个人吃棒棒糖了 棒棒糖 什么是棒棒糖啊 好吃吗 不仅好吃 还好玩 第二天 吴海便从造纸厂拿了一些纸张 给楚臣送过来 楚臣哥 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是不是昨晚操劳过度啊 你小子 小心我扣你工资 别别别 你们继续 我就先走了 相公 这些纸张都是你制造出来的吗 没错 这个是同有纸缝窗用的 这个是写字用的 你觉得这两种纸张 我们该如何定价 缝窗的纸 我觉得一斤 可以按照二十两出售 这个写字的纸张 比起我们现在的纸还要好 一斤至少也要三十两 不错 不愧是做过生意的 那相公 你准备在哪里售卖 你觉得呢 我觉得去广安郡比较合适 毕竟这纸张可是奢侈品 所以要在大的地方选择出售 真聪明 看来我得去一趟广安郡了 楚臣 冷丽花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跟你送钱来了 这里一共是一千八百两银子 相公 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银子啊 这是我剿灭黑虎债得到的赏金 楚臣 我这一次除了跟你送钱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怎么了 我要回镇北侯府了 朝廷已经让我父亲官复原职了 这是好事啊 恭喜你 哼 你这么聪明 难道就猜不出这背后的原因吗 看来是要打仗了 没错 我本打算解散梨花债 但是解散之后 大家都不知道去做什么 既然你是二当家 所以我决定把梨花债交给你 行 没问题 六 今天怎么如此爽快 你都要走了 作为朋友 我替你解决后顾之忧啊 这枚令牌你拿着 以后如果遇到麻烦 这个或许能管用 在这里凉地减 这枚令牌便是权力 而且也代表着正备侯府 送走了冷梨花后 楚晨又找到吴海等人 给他们五个人 每人发了五十两银银 忙完这一切 便回到了自己家 相公 这还剩下一千五百多两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决定在广安郡 开设一个商铺 所以要先过去看看 你们谁跟我一起去 李清连几人都没有说话 其实楚晨也看出了 他们的心思 毕竟广安郡 可比吕梁县要大很多 听到有机会去广安郡 大家都想去 那大家就一起去吧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谢谢相公 次日他们一行人 便踏上了前往广安郡的路 来到广安郡后 便找到一家酒楼住了下来 相公 怎么了 此时周玉雅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实不相瞒 我有亲戚在广安城 我想去看看 没问题 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了 这一路相公你也累了 我一个人过去便可 行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周玉雅离开后 楚晨的目光 便落在了李清连他们身上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 大家就早点休息吧 相公你可以休息 但是棒棒糖不能休息 相公 你是不是糟不住了呀 怎么可能 那就来吧 我今天教你们几个新的玩法 另一边周玉雅来到了苏府 苏府的管家 看着周玉雅也是吃惊不已 毕竟半个月前 从齐阳县传来消息 说周家遭遇劫匪 苏家便急忙前往打探消息 可最后得知的结果 却是无一人生还 老爷要是知道您还活着 他一定会高兴的 我舅舅不在吗 王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老爷从齐阳县回来后便一病不起 苏家的生意也由此没人照看 导致生意都被何家抢走了 再加上还有很多预定的客户 没有按时拿到自己的货物 都纷纷上门讨要货款 不对啊 何家不一直都是从苏家进的不匹吗 他们何家什么时候有自己的不匹了 而且他们不是还跟舅舅提亲了吗 这就是何家无耻的地方 他们以提亲为借口忽悠老爷 何家公子何应便从小姐的手中 骗走了我们苏家支部的独门手艺 何家怎么可以如此的无耻 那云念表妹她怎么样了 小姐这些天好几次寻死密获 所以被老爷关在了房间里 快带我去看看 表姐 你怎么会在这 我听父亲说你们一家都背 这说来话长 王伯您先下去吧 这里有我呢 你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随后周玉雅将自己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给苏云念听 这些天她一直都憋在心里面 如今将所有的话一股脑地说出来 周玉雅内心多少有了一丝丝的宽慰 你刚才说你嫁给了一个秀才 对 而且他人也很不错 在这大下潮秀才可是一大堆 除非是举人 否则一点权力都没有 那她今年是否要考举人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虽说她是秀才 但我发现她几乎都不看书 她似乎对经商很感兴趣 一个秀才居然对作生意感兴趣 难道她不知道经商最为次等 读书才是上等吗 其实读不读书也无所谓 如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便可 表姐看看就好 听你这样一说 我还真的有些好奇这个楚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此时的苏玉念似乎开始对楚臣有了兴趣 而另一边 苏府门外 老爷 您回来了 嗯 夫人回来了吗 还没有 苏家遇到难题 苏北都便去寻求自己的朋友帮忙 而她的夫人则是前往自己的娘家寻求帮助 看来夫人那边的情况也不太好啊 不过表小姐回来了 什么 你说玉雅回来了 是的 快带我去见她 舅舅 您回来了 老天爷有眼啊 孩子你受苦了 从今以后你就住在舅舅我这里 这里就是你的家 父亲 表姐已经嫁人了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周玉雅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苏北路 既然是秀才 为何不专心读书 怎么还要想着做生意 舅舅 储臣制造出来的纸张确实是好 我相信一定能挣钱 就算是再挣钱 那也不如考取公民啊 苏北都似乎在说自己的亲身经历 现在的苏家虽然挣钱 但还是被何家算计的一塌糊涂 如果苏家有一个做官的人 何家又怎能如此放肆 这样吧 你让他过来我见一见 我这个长辈跟他说说 如果他能收回心思考取一个举人 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这 舅舅我心里有数 不会太为难他 那行 我现在就让相公过来 很快周玉雅便把楚臣带进了苏府 相公 这位便是我的舅舅 身旁的是云念表妹 我听玉雅说 你是马山村的一个秀才 是 马山村终究是一个小地方 一个村庄罢了 也没有什么前谱 既然你和玉雅成婚了 那从今以后 你就搬到广安城来吧 在这里你读书考试更加的方便 可以说苏北都 是给楚臣安排的非常全面 这是 舅舅只是跟你开玩笑 做什么还是得相公 你自己做决定 那您的心意我心灵啊 但我楚臣不是读书的料 所以读书还是算了吧 读书人不读书做什么 难道你想要做一个商人 商人就算是在有钱 那也只是一个商人 苏北都顿时严肃起来 毕竟自己给出的这些条件 能让无数人心动 没想到楚臣竟然拒绝了 您追求的未必 是我楚臣想要的 我楚臣想要的未必 也是你想要 至于您如果觉得玉雅 跟着我委屈了 我现在便可以和玉雅合理 你 舅舅 相公有自己的打算 我觉得跟着相公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你这丫头 罢了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你要记住 日后你要是受了委屈 尽管来找我 舅舅给你出头 谢谢舅舅 那若是没啥事情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不留下来吃饭吗 不用了 等楚臣他们走后 苏北都便喊来了管家王博 我准备把清水街的商铺 卖出去 你明天就将告示贴出去吧 老爷 这清水街的商铺 可是广安城最繁华的地方 那么好的位置可不能卖啊 哼 我也是没办法了 我今天出去借了一圈 也没凑够多少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拖欠给各个客商的货款 行吧 我明天就将告示贴出去 另一边楚臣和周玉雅 走在回酒楼的路上 相公对不起 我没想到舅舅会说这样的话 可能是因为苏家的遭遇 让舅舅觉得做生意 终究是没有什么前途 傻丫头 这跟你没关系 对了 你舅舅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周玉雅便将苏家 现在面临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楚臣 原来是这样 这何家也太无耻了 就算是舅舅他现在渡过了难关 但有何家在 苏家在广安郡 恐怕也是举步维艰了 或许我能帮上忙 想买商铺的人都知道 一个地段好的商铺 那可是价值不菲 而他今天却一分钱没带 就想买下这价值三天两的铺子 听说了嘛 苏家要出售 他们在清水街的商铺了 而且何家的人也过去了 相公 我舅舅的这个商铺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清水街 位于广安城繁华的地方 非常适合做生意 听到周玉雅这么说楚臣 也觉得不错 毕竟他这次来广安城 就是来买商铺的 行 那我们去看看 诸位 我这商铺位置可是最好的 房子也绝对保证安全 三千两银子 足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 三千两太贵了 我看还是这样一点 做生意哪里又一口价的 何印 你别吃心妄想了 我们的商铺卖给谁 也不会卖给你们何家 是吗 何家公子何印一脸不屑的样子 而且大家也都只是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敢站出来出家 相公 我觉得舅舅的商铺卖得不贵啊 而且这么好的地段 为什么三千两都没人买啊 不是小数目 而且何家的何印在这里 谁也不愿意得罪何家 这里面不单单是价格的问题 还有人情世故 原来如此 那如果三千两卖不出去怎么办啊 那就只能继续降价了 你要是再不降价 那我可就走了 而且我还不怕告诉你 在这广弯城 我们何家拿不下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到时候卖不出去可别后悔 其实苏北都也不傻 他也知道在场很多人都不敢出家 是因为何印的存在 那不知道闲值的意思 应该多少钱才合适啊 一千两 多一两都不值 什么 一千两 何印你这个无耻之徒 一千两你怎么不去抢啊 我只是给一个建议 如果你苏云烈能答应 做我何印的小妾 我或许可以考虑多加一百两 此时何印似乎势在必得 现在苏家已经被他逼到了绝路 一千两银子 他苏北都不卖也得卖 我出三千两 嗯 就在这时楚城突然出价三千两 相公 我们哪有这么多银子啊 你就算把我们都卖了 恐怕也凑不出三千两啊 别慌 我自有办法 小子 你谁啊 你又是谁啊 广安城和家公子何印 很抱歉 不认识 本公子再问一次 你是谁 很抱歉 我没想过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也没必要告诉你我的身份 哼 你可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吧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现在出价三千两 如果你要是想买 那就继续加价 如果不愿意 那就赶紧离开 别在这影响我谈生意 哼 你有种 你小子给我等着 我非常有种 你最好不要惹我 不然你会很惨的 哼 我们走 随后何印带着人离开了商铺 你赶快去让人查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谁 同时也让府衙的人过来 这小子竟然敢当众羞辱我 他怕是活到头了 何印之所以如此嚣张 是因为何家有一个举人 在广安城府衙做主 所以何家才如此的肆无忌惮 了解 你们怎么来了 还有姐夫你刚才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相公准备在广安城买一间商铺 正好看到舅舅你们在这里出售商铺 所以就过来看看 那太好了 我们苏家要出售商铺 你们要够买商铺 我们一拍即合 云烈 还没等苏云恋说完 苏北都便打断了他的话 楚晨你不要再云云恋说的话 你刚刚能为我苏家出头 我已经非常感激了 谢谢 不过我确实是想要购买你们这个商铺 什么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开玩笑 我是真的要买 相公 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啊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什么 你现在没有钱 现在我确实没有钱 那你在这里胡闹什么 我没有胡闹 钱的事情您无需担心 您现在告诉我最低期限 五天 足够了 此时苏北都惊讶地看着 他也非常好奇 楚晨如何在这五天时间内 拿出三千两银子 楚晨 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 您放心 我楚晨做事从来不开玩笑 那好 那就给你五天时间 随后苏北都离开了苏家商铺 楚晨便让李清莲他们开始打扫商铺卫生 而他自己则是带着吴和吴海来到了一家车马行 一口气买了两辆马车 楚晨哥 你这一下花费这么多银子买马车做什么 我能不能在五天之内凑够三千两银子 就看这两辆马车了 那接下来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们兄弟俩现在赶紧带着马车回马山村 把我们制造出来的纸张全部给我拖到广安城来 好 我们这就去 一切交代清楚后 楚晨便返回了商铺 可就在这时两名牙役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认识我不 不认识 没事 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 敢问这位官爷有事情 我叫鲁达 府衙的搬头 有人举报你们商铺缺金短两 这商铺是我今天刚买的 都还没有营业何来缺金短两 哼 不用在这里跟我狡辩 总之今日我说有你就有 你说有就有 难道这广安城没有律法吗 律法 哈哈哈哈 你居然想要知道我广安城的律法 那么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一下 带走 这一幕吓得李清莲他们直接尖叫出来 如果楚晨要是被抓的话他们可不断 官爷 此事我们认罚 还请官爷给一个明示 哟 没想到你这小娘子倒是还挺懂事 玉雅 你们别担心 就让他们带走我吧 你们就在这里安心地等我回来 嗯 小子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给我带走 片刻后楚晨就被带到了府衙 小子 敢在广安城这样跟我说话的你是第一个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广安城律法 难道你们想要滥用权力 哼 我们这是秉公办事 呵呵 是何家让你们来找我麻烦的吧 呃 如果在商铺中我拿出了钱 那我就真的坐实了欺骗行径 到时你们便有了理由查封商铺 小子 你还挺聪明 但你得罪了何家 广安城已经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了 你是受皮肉之苦还是自己承认 两个我都不选 哼 如此的话 那你就怨不得我们了 且慢 何家最大的官司主簿 不知道这枚令牌比主簿大不大 什么 镇北侯府 鲁达顿时感觉这令牌有些烫手 以前或许这枚令牌就是废体 但现在他们都得到了消息 镇北侯冷气急官府原职 镇北侯府重新崛起 那这枚令牌可就非同日而云了 你是镇北侯府的人 你说呢 这这这 是小人有眼部是泰山 还请大人见谅 那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今日之事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我希望今后鲁班头能多多关照一下 一定一定 片刻后楚城便返回了商铺 相公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我都说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早知道相公你有如此本事 那我也不必把我舅舅找来了 楚城你是如何安然无恙地从府衙出来的 莫非你在府衙有认识的人 没有 我就是和镇北侯府有些关系 听到镇北侯府 苏北都和周玉雅俩人顿时愣住 没想到楚城居然和这样的庞然大物有关系 何家虽然有一个主 但是和镇北侯府比起来那就是云一之别 完全没有可比性 镇北侯府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灭掉何家 好小子怪不得你如此临危不惧 没想到你居然和镇北侯府有关系 我倒是小觑了你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关系 无非是胡家虎卫罢了 此时府衙内 何通带着何应找到鲁达 我不是让你帮忙教训一下那个楚城吗 他人呢 何通 你差点害死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知道那个楚城是什么来历吗 还能有什么来历 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吕梁县的一个穷秀才 放屁 他是镇北侯府的人 身上还带着镇北侯府的令牌 听到镇北侯府 何通和应俩人顿时傻了眼 完全愣在原地 如果是镇北侯府的人 那我这个主部岂不是做到头了 那他忍的 人家看不上我们这些小鱼小虾 直接亮出身份就走了 不过你们以后最好不要再招惹楚城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整个何家都得跟着完蛋 随后何通和应俩人从府衙出来 二叔 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去给他道歉 我们已经得罪了他 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他 空手套白狼买下了一间商铺 可没想到却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地头蛇 结果当天地头蛇就要来取他的姓名 什么 你要杀了他 他可是镇北侯府的人啊 现在只有除掉楚城才是最好的办法 我先去找大哥商量一下 你现在就去跟楚城道歉 表面上还是要让大家看见我们已经和解了 随后何应便再次来到了商铺 何应 你来做什么 我和楚公子之间有些误会 我是来道歉的 楚公子今日知识是我冒犯了 还请见谅 没事 今日的事情我没有放在心上 楚兄心胸开阔 当真是人中豪杰 那今晚我在百合楼等你 还请楚兄务必赏脸 好 一定 小子 看我晚上不争死你 那我就告死了 随后何应便离开了商铺 这个何应怎么忽然来找你道歉了 无事不登四宝殿 你当真以为他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吗 那他这是 何家一定是憋着什么坏 何应过来无非是想要麻痹我 让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和解了 那相公你刚刚是故意的 当然 人家想要演戏 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 这叫做将计就计 可这何家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万一在百合楼对你动手怎么办 我身上有镇北侯府的令牌 他们就算是在恨我 也不至于糊涂的 在广安城内动手 转眼就到了晚上 楚辰也来到了百合楼 今日楚兄你可是有眼赋了 百合楼请来了 明凤阁的花魁来献舞 这花魁还能出来接客呀 花魁自然是不能出来私下接客 百合楼每个月会请两次花魁过来献舞 无非就是为了提高生意 如果在这里有人能博得花魁芳心 就可以一起前往明凤阁了 原来如此 那看来你应该经常去明凤阁 去过几次 但是这花魁比较特殊 不喜欢金银玉博 而是喜欢狮子歌赋 所以一直未能更进一步 卢家见过诸位公子 没想到居然是柳思思 听闻这柳思思之境还是完毕之身 还从未有人让柳思思心动过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曾有人拿出一万两银子 柳思思却丝毫没有动摇 今日思思给诸位献舞 还请诸位多多捧场 此时二楼的包厢内传出琴音 鸟鸟琴音是格外的悦耳动听 这琴声是 居然是宁楚楚 楚兄或许不知道 这柳思思的武器在广安城内堪称一绝 而和柳思思的武器并称双绝的另一人 便是宁楚楚的亲戚 莫非宁楚楚也是鸣风格的人 没错 不过比起这柳思思 宁楚楚那才是更加的传奇 宁楚楚她曾是大驾归修 和一位修才相恋 家族倾尽一切支持这个修才 最后这个修才金榜提名 但这个修才却在长安 迎娶了一位私品官员的女儿 之后这宁楚楚便置身一人 前往长安要一个说法 可最后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 宁楚楚回来之后 宁家就被抄家流放 宁楚楚也被送到了明风格 没想到这个宁楚楚 还是有故事的人 过了一会 一段舞蹈落下 酒楼伙计便开始挨个收取银子 可这时楚城却顿时愣着 完了 大意了 本想着和应请客 我就没带银子 这恐怕是他故意想要让我出丑吧 此时和应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 周围的人也都看向了楚城 难道楚兄没有带银子 我这出门匆忙 确实没带银子 既然如此 不如我先借给楚兄如何 不用 我有办法 随后楚城起身来到台前 柳姑娘 在下楚城 有礼了 楚公子好 我听闻柳姑娘喜欢诗词歌赋 要不柳姑娘你出题 我迎试一首 看看能否抵这银子 此时柳思思变得好奇起来 他也想看看楚城到底如何化 既然公子想要做事 那我便出题了 我叫柳思思 公子不如就用这个柳 作一首诗词如何呀 柳思思说出了自己的题目 楚城听完露出了陈思的表情 到底行不行啊 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了 碧玉装成一束膏 万条垂下律思涛 不知夕夜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随着楚城话音落下 百合楼顿时寂静无声 台上的柳思思也是对楚城 越发的好奇起来 好诗词 今天暖上楚公子的钱 我付了 多谢 此时何硬看着楚城 眼神中似乎有些失落 他没想到楚城居然还会作诗 楚公子的诗词我很喜欢 不知道楚公子可否赏脸 与我一同前往明风格 改日吧 改日 好精辟的词语啊 那我懂了 其实楚城心里很清楚 这个柳思思绝对不简单 所以还是少接触的好 几人寒暄了一会后 楚城便回到了住处 相公 你可否去下我的房间 怎么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随后楚城 就被周玉雅拉进了她的闺房 而且还把门给拴上了 我听几位姐姐说 相公你想要把广安城这个商铺 交给我打理 没错 你会做生意 自然是交给你来打理的 相公就如此信得过我 你是我娘子 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 既然相公把我当作你的娘子 那今晚可否留在我的房间 让我单独吃一顿棒棒糖 楚城一时间愣住了 她没想到周玉雅 会如此的热情似火 那今晚我可就不客气了 次日 吴和吴海也从马山村回来了 楚城哥 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把所有的纸张都带来了 做得不错 那今天大家就整理一下 我们明天就开业 能不能赚够三千两就看明天了 第二天 楚城的商铺正式开业 诸位父老乡亲 在下楚城 来广安城讨口饭吃 我们主要经营的便是纸张 纸张分为两种 这种是写字用的纸 这一种是封疮用的纸 这纸看着就不错 比我用的黄纸要好很多 丑公子这纸恐怕是不便宜吧 和黄纸的价格一样 而且今日开业 所有的纸张我们一律九折出售 到了明天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 真的吗 当然 我要买我也要买 随后场面变得热闹起来 一旁的和蔭看着楚城他们生意火爆 不由地攥紧拳头 小子让你再嘚瑟几天 我相信很快就能解决掉你 很快吴海他们带来的纸张就全部受空 楚城他们看着这满桌的银子 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 我们今日一共卖了多少钱 一共卖了一万四千两银子 听到卖了一万多两 李清莲等人直接惊叫出声 从刚开始嫁给楚城的时候 家里一分钱也没有 只有他们从娘家带来的三十文钱 这才多长时间处成 居然用这三十文逐渐挣了一万多两 好多钱啊 一万多两 我们这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这都只是开始 我们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玉雅 你拿出三千两给舅舅送过去 这是我们当初买下这商铺的钱 好 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相公可否帮我舅舅他们渡过难关 没问题 那你舅舅还差多少银子 算上这商铺的三千两大约还差四千两 行 那你拿七千两带过去 谢谢相公 次日周玉雅就带着七千两来到了苏家 舅舅 这是相公 让我送来的三千两银子 是商铺的钱 他真挣到钱了 嗯 挣了一万多两 什么 一万多两 苏北都吃惊地看着周玉雅 他没想到储臣才开业一天就挣了这么多 这四千两是相公让我带来帮助苏家渡过难关的 这四千两银子当真是及时雨雅 没想到储臣居然如此有本事 此时苏北都也终于是承认了储臣的能力 另一边储臣也准备启程返回马山村 可就在这时柳思思走了过来 果然是生意红火呀 看来储公子赚了不少钱吧 都是一些小钱 不足挂齿 储公子说的也是 公子文采出众 这等身外之物必然是不会放在心上 柳姑娘来这里可不会只是想要跟我说这些吧 我今日前来确实是有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在明凤阁听到一个消息 说何家在外面找人想要除掉储公子 此话一出李清莲他们面色立刻明动起来 可储臣却是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储公子莫非是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猜到了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多虑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柳姑娘能来告诉我 我储臣感激不尽 这份人情我记住了 不如我帮柳姑娘离开明凤阁如何 听到要让自己离开明凤阁 柳思思娇去一颤 显然这个事情对于柳思思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储公子有心了 但是想要离开明凤阁又谈何容易 是在人为总会有办法的 柳思思委婉一笑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送走了柳思思后大家都看着储臣 相公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挡水来吐掩 他何家既然想要弄我们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逼 相公我回来了 玉雅你来得正好 这广安城内应该有标局吧 当然有 相公你是想雇佣标局返回马山村吗 不是 那你找标局干嘛 找标局保护我们那只是暂时的 我要以绝后患 储臣哥你莫非是想要对外面那些山寨动手 没错 你立即返回马山村将梨花寨的人叫过来 同时如果有人愿意也一并带过来 好 玉雅你跟我走 我们去一趟标局 他连续三年都没有生意的标局 今天却突然来了两位奇怪的客人 既然你们不需要互标 那来我这标局干什么 请问您是 我叫杨冲 是这个标局的少标头 我看你这标局的生意不是很好 实不相瞒 生意确实是不怎么样 再不开单我都要进场打螺丝了 我这有一门生意不知道少标头愿不愿意 嗯 说来听听 我想要剿灭几个山寨需要帮手 不知道你们标局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当然获得的赏金我们平分 杨冲惊讶地看着楚臣 他没想到一个书生竟然敢去剿灭山匪 这多少有些痴人说梦的意思 一个书生 你可别开玩笑了 我楚臣说话从来不开玩笑 什么 你就是楚臣 难道少标头听说过我 楚石商行的掌柜 开业当天只将就一寿而空 现如今整个广安城 谁人不知道你 大家说得太过严重了 在下不过是一个读书人 此事重要 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没问题 你考虑好了就来找我 和杨冲谈妥后 楚臣又带着周玉雅来到了府衙 鲁班头 说白了楚臣就是想要一个名头 如果剿灭了山匪名望 就是他田松的 这对于田松来讲 可是稳赚不赔的事情 没问题 不过楚公子就没有别的要求吗 我有一个朋友在明凤阁 名叫柳思思 不知道大人可否帮忙免除他的奴挤 话说这英雄难过美人观 楚公子绕来绕去 原来是为了美人啊 大人说笑了 行 如果你真剿灭了山匪 明凤阁里面的姑娘你随便选 我都给他们免去奴挤 多谢大人 两天后 吴海就带着梨花寨的人 还有马山村的百姓来到了广安城 大家一共来到五十多人 额发叔 我待会给你拿点银子 你和吴海他们去买一些兵器 行 楚公子 少标头 不知道少标头决定得如何呀 我广安雕局三十六人愿意和楚公子合作 好 那大家今天就准备准备 咱们明天就出发 次日 楚城便带着众人从广安城出来 楚兄 前面就是黑压寨了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咱们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得发叔 你带着一队人从寨门进攻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其余的人都跟我走 从山寨的后面悄悄地冲进去 行 没问题 片刻后 吴德发就带着人朝寨门冲去 很快双方就混站在一起 顿时也引起了寨中其他山匪的警惕 不到片刻就从里面冲出来几十号人 吴德发健壮立马带着众人撤退 山匪也是紧追不舍 时机到了 我们走 随后楚城带着众人从后面进入山寨 由于大部分山匪都被吴德发吸引 所以很快黑压寨就被控制 楚城又让杨冲他们去找吴德发 杨冲和吴德发里应外合 将那些冲出山寨的人全部见面 片刻后 黑压寨就彻底被楚城他们控制 楚城哥 现在黑压寨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接下来做什么 带回去领赏 对了 你去问一下有没有认识何家的人 楚城让吴德下去询问 片刻后吴德发从外面回来 我挨个问了一遍 没有认识何家的人 看来不是这黑压寨 那就去找下一个山寨 杨冲和吴德发 你们带着黑压寨的人回去 其他人跟我走 我们继续下一个目标 楚兄你为何还要找其他的山寨 实不相瞒 何家想要弄我 我要以绝后换 那我们将这些人送到府衙之后 便和你们会合 半月时间过去 楚城他们已经拿下了九个山寨 这半个月简直比我的一生都要刺激 现在这广安郡应该不会再有山匪为货了吧 就算是有山匪 恐怕他们也不敢出来了 楚公子 你要是在剿灭山寨 我府衙大佬恐怕要装不下了 鲁班头您说笑了 这应该是广安郡缔结最后的山寨了 那就好 回去之后我就禀报大人给您庆功 好 徐虎 王龙 周浅 你们带着我挑的人 先回梨花寨暂住一段时间 等我安顿好了再把你们接过来 剿灭了九个山寨 楚城也选择了一些不错的人补充梨花寨 现如今梨花寨已经有了一百多人 五十人一队 徐虎他们三个人分别为队长 德发叔 你们带着马山村的百姓先回去 等我把广安城的事情解决好了 就回马山村 行 安排好一切后 楚城便和杨冲鲁达返回了广安城 敢问楚兄治在何方 嗯 什么意思啊 我杨冲想要追随楚兄 追随我 没错 我觉得楚兄绝非是中物 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相信楚兄日后不单单是做生意的人 一定会大有作为 这样吧 我给杨兄三日时间 三日之后 如果杨兄还是愿意跟随我 那你就来找我 没问题 和杨冲分开后 鲁达便带着楚城来到了府衙 田大人 楚公子您客气了 若是楚公子不嫌弃 以后就叫我田大哥 我田松别的本事没有 但能帮上的事情我绝不皱眉 现如今广安郡内的山匪被剿灭一空 如此大的功绩田松必然是要升官的 鲁达 去把他们俩带上来 片刻后鲁达就带进来俩人 从今天起 你们俩人免去奴吉 以后就跟着楚公子 田松也不管弯磨脚 不单单免去了柳思思的奴吉 连同宁出楚的奴吉也都给免了 多谢大人 不用谢我 你们要感谢就感谢楚公子 他这半月剿灭山匪为一的要求 就是免去你们的奴吉 所以本官今日也只是履行自己的沉默 多谢楚公子 你们俩先起来吧 田大人 除了这件事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向大人禀报 我知道 你不必多说 鲁达 去把人带进来 片刻后鲁达从外面将河通抓了进来 河通身为府衙主 不却私通山匪 想要谋财害命 如今证据确凿 明日斩首时钟 河家超莫家产 男子连同那些山匪送去做苦役 女子钱去抵碎贡 河通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对付楚臣 可没想到楚臣比他想象中要可怕得多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待下去 到了傍晚楚臣才从府衙出来 柳思思和宁楚楚两人左右搀扶着楚臣 此时的他喝得已经醉熏熏 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 次日 鲁达再次前来拜访 鲁班头 楚公子您客气了 这是我们府衙给您的赏金 一共是两万两 多谢 送走了鲁达 楚臣便来到了广安镖局 楚兄今日前来这是 当初说好的得到的赏金评分 我楚臣自然是不能食言 一共是两万两银子 这一万两银子归你 多谢 从今日起我洋冲决定追随你 你不再考虑考虑 大丈夫一言九鼎 说了就要做到 那行 那从今日起你洋冲 就是我楚臣的兄弟 今后只要我楚臣活着 就有你洋冲的一席之地 我洋冲绝不赴楚臣 收下了洋冲楚臣心情大好 这常言道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这半个月来洋冲可是展现出了 超乎常人的作战能力 我今日前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你 你尽管说 我想要雇佣你们标局 负责我商铺的安全问题 你何须雇佣 我一句话便可以 话也不能这样说 毕竟标局这么多人都要吃饭 所以我每年给你们 一千两作为报酬 你看如何 这一千两是不是太多了 没事 你就听我的 那行 我待会就安排下去 和洋冲告别后 土臣便返回了住处 将事情告诉了周玉雅 让周玉雅以后遇到了事情 就可以去找鲁达和广安标局 还是像狗你考虑的周到 不然我一个女人家 在这广安城内 恐怕是很难立足 现在有了府衙和广安标局帮衬 我相信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你这里安全了 我也就放心了 对了 苏家那边怎么样了 本以为何家倒下去 苏家便可以恢复过来 可没想到何硬狡诈无比 在何家被抄家之前 居然将苏家织布的手艺 公布了出来 现如今整个广安城 都学到了苏家的本事 苏家恐怕彻底没有希望了 那可未必 莫非相公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苏家死灰复燃 玉雅你要记住 只有进步你才能先人一步 你才能挣钱 苏家的祖传手艺 虽然每个人都学会了 但如果我们有比苏家 还要厉害的手艺呢 难道相公你想 你猜对了 我此次回马山村 就开一个纺织厂 到时候和苏家合作 相公你没有跟我开玩笑 傻丫头 我跟你开玩笑做什么 相信我 我们很快就可以 重新掌控市场